无常途,正幽冥的逆袭 第一章,大唐的末日 大唐盛世曾经辉煌,然而普天失败后,妖魔纵横,幽鬼出没,让这片土地陷入了恐慌 城镇之间,人们瑟瑟发抖,生活在恐惧中 如、是、道三教联合,试图以古仙道统治力回应这场灾难,但他们的力量似乎远远不够 主角李瑶,原是一名普通的书生,拥有着一颗求知的心 当他的村庄被妖魔侵袭,他目睹了亲友的死去,心中暗下决心,誓言要改变这一切 第二章,机缘巧合 一天,李瑶在山中采药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石碑,上面刻着神秘的符文 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这是通往无常途的密道 这符图能够纳百鬼,正幽冥,成为他对抗妖魔的法宝 这是我的机会 李瑶心中激动,他决定深入研究无常途的奥秘 第三章,修炼之路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瑶日夜研究无常途的法则,结合如,是,道三交的理念 开始用竹、茶、丝、盐、米、瓷六宝炼器,尝试制作出能够镇压优鬼的法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他的修为有了明显的提升,并且开始能够引导无常途纳入一些小妖小鬼 第四章,出世伸手 当村庄再次遭到妖魔袭击时,李瑶决定出手 他用自己炼制的法器,成功镇压了来伴的妖魔,保护了村庄的人们 这一战让他名声大噪,更多的修道者开始向他请教 你这小子,倒是有些本事 一名倒是扬言,但也心深妒忌 第五章,收集香火 为了强化自己的力量,李瑶开始在附近的城镇游走,利用无常途的力量,收集香火养折仙 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的修道者愿意跟随他 然而,妖魔的威胁依然存在,李瑶必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第六章,揭露阴谋 随着名声的增长,李瑶发现有一股黑暗势力在暗中操控妖魔 他们利用优鬼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企图摧毁如,是,道三交的联盟 李瑶决定组织一支队伍,深入敌人腹地,揭露这个阴谋 第七章,组织联盟 在他的号召下,来自各地的修道者们聚集到一起,共同成立了一支联盟,名为无常军 他们互相帮助,交流修炼经验,努力强化自身的力量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即将来临的黑暗 李瑶在联盟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第八章,无常途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瑶对无常途的掌握越来越深 他开始能够控制三十六天罡天军和七十二的煞盗兵,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 无常途乃是镇压优鬼的法宝,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土地 他再次激励到 第九章,迎战黑暗 当黑暗势力的计划即将实现时,李瑶带领无常军展开了对抗 激烈的战斗中,李瑶利用无常途的力量,成功召唤出三十六天罡天军与妖魔展开了对抗 为了我们的未来,战斗吧 他在战场上高喊,士气如虹 第十章,陷入绝境 然而,随着战斗的深入,李瑶发现黑暗势力的首领竟然是一位拥有强大力量的邪道高手 这位高手使出浑身解数,将无常军逼入了绝境 你们无法打败我 邪道高手冷笑道 第十一章,心境的突破 在绝境中,李瑶回想起了父母的教导和自己的初衷 他突然明白,力量的来源不仅仅在于法宝,还在于坚韧不拔的心境 我必须突破自己 他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开始竭尽全力运用无常途 第十二章,化解危机 李瑶成功突破了自己的修为,将无常途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他的剑光如红,气势惊人,瞬间震慑了黑暗势力的首领 无常途,正幽明 他大喝一声,剑光劈下,将邪道高手重创 第十三章,胜利的曙光 随着邪道高手的败北,无常军事气大震,将黑暗势力彻底击溃 李瑶站在战场中央,眺望着大唐的未来,心中充满了希望 我们赢了 他欢呼着,拥抱着身边的伙伴们 第十四章,重建家园 战后,李瑶决定返回青石村,协助村民重建家园 他们一起努力,将村庄变得更加繁荣 也将无常军的理念带给了更多的地方 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李瑶在村庄的广场上发表演讲,获得了村民们的热烈响应 第十五章,探索未知 然而,李瑶知道自己的旅程还远未结束 他开始寻找更多的修炼机会 探索无常途更深的奥秘 立志成为能够守护大唐的真正强者 我要守护这片土地,让邪恶再也无法侵扰 他的眼中闪烁着决心的光芒 第十六章,无常军的未来 在李瑶的引领下,无常军逐渐壮大 成为了抵抗妖魔的重要力量 各地的修道者们纷纷加入,形成了强大的联盟 让我们一起战斗,为了大唐的未来 李瑶在每次出征前都会激励队伍,让每个人都充满斗志 第十七章,在遇妖魔 不久后,李瑶发现一股新的妖魔正在集结,企图再次挑战大唐的安定 他决定先发制人,带领无常军前往消灭这些妖魔 这一次,我们不会再让他们得逞 李瑶在会议上坚定地说 第十八章,最终决战 最终,李瑶和无常军与妖魔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面对强大的敌人,李瑶心中充满了信念 他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普通的书生,而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强者 无常途,让我镇压一切妖魔 他高举荐,带领无常军向敌人冲去 结尾 经过艰苦的战斗,李瑶与无常军最终获得了胜利 驱逐了所有妖魔,保卫了大唐的和平 这段历程不仅让他成长,也让他明白了守护的意义 未来的道路上,他将继续以无常途为伴 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感谢观看